你有没有见过一条狗,把一头牛当成了母亲? 事情是这样的,这只小狗叫辛秀,它出生后不久,狗妈妈因病去世了,它就成为了孤儿。 刚好那时候,家里的母牛生下了小牛,有充足的奶水,加上主人龙王,就把小狗交给母牛照顾。 母牛比较温顺,并没有排斥辛秀,还总是躺下给辛秀喂奶。 从那以后,辛秀就把母牛当成了妈妈。 母牛也把辛秀当成了自己的孩子,甚至给辛秀的关爱,比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多。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,辛秀的吃住都和牛妈妈在一起,她也从来不出去乱跑,像一个懂事的孩子。 噩梦终究还是降临了,幸福的日子被打破,由于主人没有太多精力被养这两头牛,不得不选择把母牛卖掉。 主人谈妥了价格,买家来到牛圈把牛迁走,辛秀没了妈妈,发出悲伤的哀嚎,留下伤心的眼泪。 事情来得太突然,此时的她不知道如何是好。 她不能失去妈妈,也不能没有妈妈,她居然走出牛圈,顺着气味一路寻找。 无论主人如何呼叫她,她都没有回头,远处传来牛妈妈的呼唤,她转身朝声援处跑去,一边登跑一边回应,速度越来越快,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她。 终于,辛秀在这里找到了牛妈妈,他们在这里重逢,分开了半个小时,甚是想念,她无法控制心中激动,开心地在牛妈妈面前撒欢。 主人现在也很无奈,没想到她都能找到这里来,没有办法,牛都已经迈出去了,只好把辛秀抱回家。 辛秀心不甘情不愿,一路上不停地挣扎,不停地哀求,似乎全世界都要把她和母亲分开。 回到家里一整天,辛秀时时刻刻都盯着门口看,她伤心欲绝,不吃东西,她太想念自己的妈妈了,时时刻刻都在想。 就在这时,牛妈妈突然出现在门口,大声呼唤辛秀,辛秀转头看到妈妈回来,立马跑上去迎接,尾巴摇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勤快,这一刻,他们终于重逢,真的太感人了。 主人最终还是向辛秀妥协,把母牛牵了回来,看到他们母子情深,也不太忍心把他们分开,那就养着吧,以后的事,以后再说吧。